大家好,我是龙眼,很高兴大家能够收听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主要关于比较投资区块链接收入的相关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游戏为第1次韭菜 那么今天是北京时间的一个2020年的一个12月3号 那么晚上的一个凌晨的一个凌晨30分 那目前比较价格在18,960美金左右的水平 那么我们先从这个一个小时的一个线来看 那昨天能也说到了一个只要有回撤就是一个重要进场的一个机会 只要有回撤就是一个重要进场的机会 不知道大家进场了没有 那昨天的话它是一波的出现了一波一个回撤之后 所以要出现一波反弹 如果昨天你在这个位置能够进行一波的一个抄底的话 那么能够回撤到这些位置进行抄底的话 那么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不错的选择 所以说昨天说了回撤之后就是一个抄底的机会 那目前的话从一个小时线来看的话 那目前比特币的价格依然是处于一个比较乏力的一个水平 那目前的话从这个布林带来看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布林带轨 从这个布林带轨的话 目前比特币是在一个这个上方 在这个布林带轨轨一个上方的一个位置 它已经穿过布林带轨轨的位置 那么上方的一个压力位在一个19,275美金的一个位置 上方的一个支撑位置在一个18,559美金的一个位置 我们再从这个msad来看 msad来看的话 它目前的话刚刚是突破了一个零轴之后 快速的出现了一个可能出现了一个反弹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波那么从这个相对弱势来看的话 它是买入信号逐渐降优的一个几个场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它是不稳定的一个情况 这一波的一个操作的话 还是建议一个观望为主 观望为主 当它出现一个明确的一个压制或者压制这个 到达这个18,550美金的位置 或者是到达一个19,200多美金的位置 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操作的时候 我们再进行一个操作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 更好的一个选择 那么从两个小时线来看 从两个小时线来看 目前的话它处于一个布林带下轨 中轨的一个下方 布莱连中轨的下方 那么上方的一个压力位在一个19,200美金 主要的一个水平 那么下方的一个支撑在一个19,800美金 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下方的布林带的一个 对msad的一个能量柱来看的话 它是目前就出现了一个回撤的一个情况 那么它是现在归零走的一个情况 那个msad的一个能量柱 那么刚才我们看了一个小时的能量柱 它是出现了一个反弹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两个小时的话 它出现一个反弹 我们看这个两个一个小时 能不能影响这个两个小时的一个判断 这一波能够影响它继续的进行一个反潮的一个情况 那么从这个上面的优势来看的话 它是卖出信号还是比较强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一步的话 还是主要一个官方官方为主 有可能会出现一步下跌 下跌 那么我们再从4个小时线来看 那么从4个小时线来看 拿到目前去处为一个布林带中轨的一个上方的一个情况 那么上方的一个压力位在一个19,800美金的一个水平 那么下方的一个支撑位在一个18,000美金的位置 那么我们再从一个MCD的能量处来看的话 它目前的话出现了一个短期的一个回调的一个情况 从这个6个小时线来看的话 那么这个卖出的信号逐渐是增强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一步的话表现为比较弱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回调的一个情况 从整体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 我们再从一个8个小时线来看 从8个小时线来看的话 它目前是处于一个布林带中轨的一个上方的位置 那么布林带中轨的上方的位置 它上方的一个压力位在一个1万2万美金的左右的水平 那么上方的一个支撑位在一个18,172美金的位置 所以说的话它整体的重要的位置 的支撑位置 第一个就是一个18,550美金的位置 第二个就是一个18,200美金的位置 那么上方的一个压力位 第一个就是一个19,275美金的位置 上一个再一个强硬压力位 是在一个2万美金的一个高度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它目前的话在这个位置还是处于比较尴尬的一个水平 我看大家怎么进行一个操作吧 这一波的一个水平的话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能量数来看的话 从8个小时线来看的话 它出现一个 它是一个整体的 是一个 准备是一个下 放量下跌的情况的 那么这个也是迈出了一个信号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可能会出现一波的一个回调的一个情况了 我们再看一下一天之内的线 一天之内的线 它目前是处于一个布林带中轨的一个上方的一个位置 那布林带中轨上方的位置 上方的一个压力位 在一个2万美金 下方的一个支撑位 在一个1万8000美金左右的水平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能量数来看的话 在这个位置 它出现了一个波的一个回调 那么这个回调 MCD的话 它出现柜林角的话 可能会到这个位置 才能是出现柜林角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它上面还有一段消化的一个距离 如果能够跌到最后的位置的话 它也会到达一个1万4000美金左右的水平了 那么这一波的话 它依然是处于一个卖出信号 还是比较弱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卖出的话还是比较多了 卖出还是比较多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个风险 注意一个风险 卖出的人还是比较多了 这一波 我看的话 这一两天的话 还是主张一个 如果有人 有一个快速反弹的一个机会 然后在上方可以进行一个做空 可以上方进行做空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我建议是在这样的 19200美金左右的水平 进行一个做空 到一个18000美金 18500美金左右的水平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还是表现为一个下跌一个趋势 我们有可能会考虑一个做空的一个选择 做空的一个选择 所以说各种建议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进行一个操作的话 还是主要一个看空为主 看空为主 如果大家继续的上涨 突破一个19300美金的话 我们顺势在这个上面进行 做多一个情况到2万美金 如果他没有击穿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在下方都是可以选择一个 做空的一个情况了 注意了大家 所有的兄弟姐妹们 如果没有突破一个19300美金的话 在下方都可以选择一个做空 大抵的方向去做空 你不要害怕 整体的思路就是这样子的 他虽然是没有击穿这个不能在一个 中轨的一个位置 但是他依然是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波子震荡 过一两天之后他才可能震荡现场的 说说大家要注意这样的一个环境 一个操作 各方面的资源 整个盘面 包括整个技术标的话 都是非常严格的一个操控的话 就没有什么错误 说说我经常是遇到很多朋友都是来问 能演啊这样怎么操作啊能演老师 这样怎么操作啊 我一一会告诉大家啊 这样操作啊 你好好 有好多人都是啊 他有很多钱 比如说一百万 他都不不懂得怎么持仓配置 或者是本的怎么懂 不懂怎么买现货啊 不懂怎么合约操作啊 他都不懂这个东西啊 他就乱买一通啊 买一堆山寨币 最后亏的一塌糊涂啊 这种人在这个市场上很快都被淘汰 那么这个市场上很快就失去这一批人 然后再换一批人进来 说说这样人不断的为这个市场 进行一个充血的情况 我们还要感激这样的一个人 说说你不想沦为这样的一个啊 韭菜的话 你一定要啊 找一个靠谱的人 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投资 就那么简单一个道理 你在因为这个市场 不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情况下 他是出现了非常乱的一个情况 你不懂操作的话 那么就会进行一个亏损的一种状态啊 很多情况呢 比如说本来是一就是一啊 你把它看成二啊 那完蛋了啊 去了完蛋 比如说一个项目啊 他是资金盘啊 你非要说他是啊 可以赚钱的一个东西 那么啊 我告诉你 ok over 非常快啊 你用啊 几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的时间 把所有的本金都归吧 那么在这个市场里面 我们一直学会这个持仓配置 把重要的一个资产配置到一个 固定的一个现货上面 然后把部分的一个啊 现金然后拿来操作一个合约 那么你可以在双系统上的一个操作的话 能够得到更多一个利润啊 这是冷眼的一个建议 因为大家在这个市场上的话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做了 只有小部分人全部all in这个合约 或者是all in这个现货 那么没有多大的价值 所有东西都是由一个资产配置到一个啊 分配的一个结果 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啊 你还不懂怎么操作 还怎么配置的话 那么你不懂的话 那么你可以添加冷眼助理微信啊 冷眼助理微信或者点击这个标题下方 就可以添加到冷眼的助理 加入我们的会员啊 加入我们的社群 那么啊 经过这几个月的时间啊 或者是这一两年啊 几年的一个跟随的话啊 那么我们过完明年之后啊 新的一批会员啊 会继绿数的加到我们的事情里面 如果说每年的话 我们都会啊 更新换代啊 更新换代啊 说说 有些人啊 就会很牛啊 做的很非常牛 他就会很厉害 其实的进行一个赚钱 那么 这也是啊 不例外的一种效果的 因为等下的话啊 他如果下跌的话 我们就顺势进行个做空的一个情况 那么 所以说啊 今天的内容啊 差不多是先做到这里 大家如果没有点关注的话 先点上关注 我们每次发消息的时候 你都能第一时间能够收听到狼眼的节目 以后啊 按个赞给我们 这是给狼眼最大的一个鼓励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